好 元代 元代 高點下來已經特快市場了 帶什麼問題 元代是做電子紙 他發明這個 變色的這個 可以貼在車上 可以變色的 遙控器貼在BM帶 還有跟BM帶的合作 車站那裡一直在 黑色車 今天王董開一台黑色車 載你朋友去吃戲餐 很大風 一出來 王董車站 在那裡 黑色車在那裡 走過去 變白色的 我懂你車怎麼變白色了 變紅色的 天啊你車怎麼那麼厲害 變紅色變白色 本來黑色 變來變去怎麼那麼厲害 元代發明的電池值 可以貼在這個 車上面變色 遙控器一樣就變色 很厲害的 我都想去買 可是股價就是不好 不好就是不好 對不對 最近跌得很慘 跌怪事成了 為什麼最近就這樣跌 方塊很簡單 從在明的股神系統 股神系統裡面檢查 用一路第600折的原理 日線週線同步來看就知道 看日線看週線 看完之後你就看到 日線不對 正確答案是轉空 所以你不能追 週線不對 不對就不要買 你買沒用 買就是賠錢 轉空就是不能買 懂意思嗎 這麼長時間過去的 幾個月 這裡是9月 9月過去的 10月11月12月現在1月 你有什麼時候看 我跟你講我看好元太 沒有 空頭怎麼看好 我也不會去買 要就放空 懂意思嗎 所以方法就這麼 當然這裡不要空 因為慢慢接近零走 好 所以我們方法就這樣而已 好不好 這個有人說老師 你的方法 太簡單了 太簡單我沒有安全感 我找那麼多錢去買 太那麼簡單 國際系統888 717看一遍 日線看一遍 週線看一遍就懂了 真的是這樣嗎 太簡單了我不相信 來 這個人叫比爾蓋茲 聽過嗎 蘋果手機的發明人 原創這個創意者 他說簡單 比複雜還要複雜 天啊 這個賈博士講的 不是我講的 他說簡單 比複雜還要複雜 你是不是看一個東西 這麼複雜的股票 兩個號碼 667888 717就把它看完 太簡單了吧 對啊 但是你不要忘記賈博士講的話 簡單比複雜還要複雜 太有學問了 你要把東西複雜 搞得這麼簡單 太難了 太難了 不容易 蘋果也是朝這個方向來走 不要把它搞一大堆 簡單 但是你會發現裡面的創意 好不好 來 這是大學者李敖講 他已經過世了 他說 真正聰明的人是可以把 總可以把複雜的事情 做得很簡單 這不容易 對 很複雜 大家看了 一講你都懂了 厲害 這高手 懂意思嗎 所以李敖說 真正聰明的人總可以把複雜的事情 變得做得很簡單 李敖講 原來如此 所以你不要嫌古城系統簡單 不要嫌我解法很簡單 好不好